梦了 醒了 忘了 悠了 美了 空了 天远地方 亦和阳 世上难与 孤柔岗 花为叶儿红 叶为花儿花 人为她爱人 忍不苦 情报 忘记我心凉上 来啦 去啦 花啦 你看那孤狂进来 你和悲欢 你看那天荒地道 从不希望 沉寂寂寞的胸起 谁短 谁长 谁热 谁凉 谁短 谁长 谁热 谁凉 河浪慧 拿酒来 别指望我会放过你们 我不会那么傻 我不会指望你们能效忠于我 告诉你们吧 杀完你们之后 就该轮到福林和敖拜 天哪 你刚刚在太后面前发过誓 多儿滚 你怎么变成这样 连自己的誓言都敢吞吃 连天神都敢亵渎啊 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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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斩尽杀绝 拥登皇位 大旗暴政 你 多儿滚 你就是毁掉大清江山的罪人 范浩正啊 范浩正 亏你还敢说是本王的知己 本王含着眼泪 毒死了大衣儿 毒死了自己最心爱的女人 下面本王会做什么 你竟然不知道 盛尽王 您怎么能这样的 何罗惠 放开我 我剩的时间不多了 要跟二位大人说话 刀儿滚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难道事情 就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了吗 我没时间听你们说话了 你们听着 下面我对你们说的话至关重要 你们要执行我的遗训 大清朝最大的一次危机解决了 为了解决这次危机 本王和自己最心爱的女人 大衣儿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本王命令你们去通告顺治皇帝 从今以后 他就是大清名副其实的君主了 统治一兆万放 你们 父有帮助皇上治理天下的神圣责任 你们要帮助皇上 把我八旗将士拼命流血 打下来的大清江山 打造的坚不可摧 繁荣昌盛 告诉顺治皇帝 他额娘的遗训 要做一个仁德的明君 要善待百姓 这也是本王的遗训 告诉顺治皇帝 夺夺阿基格的确有罪 但是本王 已经用生命替他们赎了罪 请皇上善待他们 这就是我的遗训 臣 臣 遵训 何鲁贵 请两位大人出去 其他人也出去 本王 要单独跟太后在一起 主子 奴才不离开你啊 不许抗之 这 两位王爷请吧 太后 太后 我 不许抗之 我 不许抗之 我 我 我 大月 我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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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要把天大的事情禀报给皇上 你却领着我们绕来绕去 误了事 你十个脑袋也不够用 王爷 请息怒 奴才敢跟你们保证 我发誓 咱们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正心王 范大人 先到里边稍时休息 休息 何罗慧 你是不是吓傻了 这都什么时候了 在这儿休息 狗奴才 太后和摄政王已经去世 这件事我们要火速禀报皇上 你 你在搞什么名堂 两位大人 屋里面坐 坐下再说 两位大人 坐下 坐下 两位大人 坐下 两位大人 坐下 向皇上禀报的 也许这件事情 用不着向皇上禀报了 鹅鹿慧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们是不是已经把皇上 给杀了 你故意带着我们绕来绕去 远来那边在做文章 让他们坐下 你说你们都想到哪儿去了 多多怎么是当皇上的料呢 再说了 我是摄政王的人 就是他想当皇帝 奴才请能答应啊 你们二位胡思乱想的 是你们被吓傻了 不是本官被吓傻了 何鲁慧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把我们两个带到这儿来 是什么用意 何鲁慧 何鲁慧 肯定 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靳太医 快点 再快点就来不及了 快点 快点 给摄政王和太后付解药 摄政王这就 这还是很危险的呀 靳太医 摄政王可事事先跟你说好了 如有半点差错 一百个脑袋都不够用 那 那先救谁呀 王爷有令 先给太后付药 何大人 何大人 奴才不敢进药 奴才怎么敢碰呢 碰太后的愚蠢哪 这 这可大不敬啊 我的妈呀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敢过去这个 来 何大人 何大人 靳太医 你这可是奉命行事啊 来 还是你来吧 快点 慢 先给太后付药 为什么 为什么呀 这你别管了 你到后面 也得有侍卫付点解药 快去 快 何大人 如果你要亲自下药 一定要快 千万不能耽搁呀 知道了 你快去吧 娘 你快醒醒啊 这毒赛都快撑不住了 娘娘 你快醒醒啊 娘娘 你快醒醒啊 娘娘 娘娘 娘娘您醒了 奴才 娘娘给您请安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怎么又活过来了 瑞王爷并不想真的毒死你 金太医就在永平镇里 是金太医给您服的解药 那我活过来 毒儿滚怎么没醒啊 娘娘 瑞王爷还没有服解药呢 这解药在奴才手里呢 那你为什么不给他服解药 我 王爷有令啊 王爷说想给娘娘解药 娘娘醒来之后 师父给王爷解药 让娘娘自己来决定 你重视过头了吧 这种质疑你还敢执行 快把解药给我 奴才该死 可 可王爷有令啊 娘娘 你少啰嗦 快把解药给我 给你 娘娘 王爷说 娘娘醒来之后 要是不愿意 给王爷服药的话 大清的危机 就过去了 你快退下吧 娘娘 你快着点啊 多尔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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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醒过来呀 多尔滚 你不要在那个世界上睡过去 多尔滚 多尔滚 你快醒过来呀 我这大远 我要你马上醒过来 我的多尔滚 多尔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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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 多尔滚 多尔滚 你要是醒不过来 我把这台子就全喝了 我和你一起常睡 多尔滚 我看谁狠得过谁 多尔滚 你狠 谁狠得过你大远 你怎么骗我呀 多尔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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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滚 多尔滚 只能变成为佛 med 多尔滚 可以吗 多尔滚 药 吗 有刺激 香草 你看看 我跟你试验 你呀 她手里有解药 月儿 你真的相信 我会毒死你啊 开始我也不相信 可你戏眼都那么逼真 情绪那么真实 我不信也得信啊 可你不全在演戏 我的眼睛多么锐利 你要是全在演戏 我一定能看破你 是啊 借着这杯毒酒 我也让你听听 我憋了多少年的真心话 痛快啊 憋了那么多年的委屈 郁闷 怨恨 统统地倒落出来了 可除了这个 你还真的很紧张 我看得出来 我喝酒的时候 你心里很紧张 这是为什么 玉儿 我能不紧张吗 我又不是经常偷毒的人 万一解药不起作用 那所发生的一切 就无法挽回了 所以你也喝了毒药 要死 咱们一起死 是 如果我无意当中堵死了你 那我就得跟你一起上天堂 所以我郑重其事地 跟范浩正 郑亲王 留了遗旨 交代了后事 杜儿鬼 你怎么用这么极端的方式 那我们俩的生命开玩笑啊 结果信封 岳儿 这是我平息迫在眉睫的战争之前 在我把两黄旗交给顺治皇帝之前 必须要做的一件事 这些年来 我的心里一直有个结 这个结就是 你爱我到底 有没有我爱你那么深 你会不会为我 付出你的生命 这个劫解不开 我真的不甘心退位 我真的有可能 拿走那柄皇冠 现在 你消除了 我心里的这个劫 你做到了 你自愿地端起了 装满毒酒的杯子 你对我说 为我而死死而无憾 你在临终之前 还认为我是一个 仁德的君主 你在生命的最后一刹那 还对我说 多尔滚 我爱你 在那一刹那说出的话 才最最真实 最有分量 梁儿 你知道那个时候 你有多美吗 美得惊人 美得让我心痛 我得自己说 这是我的女人 这是我的骄傲 为了这个女人 我可以奉让皇位 我可以舍弃天下 杜尔昆 你比我做得更好 你没有舍弃天下 这天下一直是你的 永远是你的 我说过 如果在皇位和你的生命之间做选择 我选择你的生命 你走进城来 那么勇敢地把你的生命交给我 我只能做出这种选择 我是在服从我真正内心的命令 杜尔昆 范昊贞和郑亲王 他们会把这里的事情告诉皇上的 他们还没有见到皇上 皇上 也不必要让他知道这件事情的过程 知道结果就行了 大清的史书也没必要记载过程 记载结果 也就行了 你说呢 那多多呢 你怎么对多多讲呢 他已经把话撂哪儿了 他怎么下台呢 这些年来 多多阿基格一直怂恿我登基 是因为他们知道我内心深处有这种欲望 一旦他们知道了我现在的心意 他们会慢慢接受的 毕竟 他们对我很忠诚 多阿基格你放心 我会尽全力化解多多兄弟对我的怨恨 慢慢来 走吧 咱们该去见皇上了 要不然 皇上以为这儿出了多么恐怖的事 弟兄们 不用打仗了 好 不用打仗了 好 不用打仗了 好 皇上 您瞧 正乡皇旗的旗印 往后啊 这大清最精锐的两支部队 就由您来亲掌了 范师傅 朕真没想到 多儿鬼有这样的气度 说罢兵就罢兵 说交旗就交旗 前清宫也搬出来了 这一切都是在眨眼之间完成的 弄得朕 朕像是做梦一样啊 皇上 这就是摄政王 这就是摄政王躲而滚 臣真是佩服摄政王的气度 虽然王爷也偶有迷失 但一旦醒悟 他就做得比谁都漂亮 皇上 应该说这是最好最好的结局了 臣真为皇上高兴 为太后高兴 为摄政王高兴啊 奴才也是喜不胜喜啊 照说 奴才骗了摄政王 摄政王就是不杀奴才的头 也得重重地整治奴才 可他 完全宽恕了奴才 不治奴才的罪了 我知道 这都是太后给奴才说的情啊 皇上 说到底 大清廟现在的结局 都是因为摄政王 和太后的情谊 千军一发之际 摄政王罢了雷霆之君 想想内殿的永平常 真是不敢想 现在朕相信十四叔 跟皇阿娘的一片四海真情了 现在要朕下大婚照说 朕会毫不犹豫一挥而就 走吧 咱们到乾清宫去看看 这 你呀 真是性子急 才回京两天 怎么就急着把齐印交了 不是说好了 等大婚清典以后才交的吗 早点交了 皇上早点放心 我现在的整个心思 可都在咱们的婚礼上了 月儿 有件小事 我想问问你 什么事 我听说皇上 把苏克萨哈抓起来了 是有这事 那时候我到了永平 皇上查到他 给你通风报信了 苏克萨哈是在向我效忠 当然了 在那个时候 这不妥当 不过苏克萨哈在信里 除了通报北京的情况之外 还力劝我 不要跟你和皇上闹翻 你就别说了 明儿啊 我就让皇上放了他 咱们这家子闹别扭的时候啊 下面的人 总是不好做 刘光才不就是这样吗 苏克萨哈还是挺有能耐的 以后照样留着用他 不打折扣 月儿 我本来以为 多尔滚我的度量 无人能比 现在 我发现你的气度 不逊色于我 多尔滚 我就向你坦白了吧 坦白 还有什么坦白的 其实 是我盯上苏克萨哈的 也是我故意让他 把那封信交到你的手里的 这封信 可是给你帮了倒忙了吧 郁儿 谁要是跟你斗 那可是倒了血没了 包一个 怎么样 我的诊断有目没有 帧队一 你跟我来 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 金太医 金太医 玉琪王他没事吧 王爷 请您稍后 我有几句话要问陈太医 陈太医 请坐 陈太医 我问你 在永平城内 有没有人染上天花 天花 没有啊 永平城里住的都是军队 没听说有谁得天花啊 没有 没有 金太医 你是说玉琪王他 王爷 刚才我给玉王爷看病的时候 他烧的已经昏过去了 我仔细看了陈太医的药方 如果玉王爷偶遇风寒的话 他的药是很好的 应该很快就好 也不至于烧成现在这么严重 那也不该断定 他就是天花呀 陈太医不是说了 永平这里没有天花 没人传染 玉琪王怎么会得天花呢 王爷 天花的症状跟风寒是有些相同 也是打喷嚏 流眼泪 发烧 王爷 王爷 玉琪王他病好了吗 什么事化成这个样子 奴才 奴才是怕主子得了天花 你这张臭罪 你怎么知道玉琪王会得天花呢 咱们府上有个家庭 他叫蒙黑 在永平城的时候 王爷跟他说了很多的话 这个蒙黑他死了 他刚死两天 他就死云天花 都死了两天了 你怎么才来报告呢 是这样的 王爷 咱们回来的时候 这个蒙黑就不见了 当时没发现 后来发现的时候 我就派人四处寻找 结果在城外的一个偏僻的地方 找到蒙黑的尸体 他留了一张纸条 他说他得了天花 怕 怕传染别人 他 他不敢回来呀 滚 是 王爷 王爷 玉王爷出痘了 怎么可能呢 玉琪王这么快 这么快就出痘了 玉王爷的身体非常好 所以他一直把病情震着 可是身体越好 出痘越猛 危险性就越大 王爷 你立刻封锁王府 所有的人必须戴上面罩 在院子里造起大锅 熬上草药 驱散天花病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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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从此以后 朕爱新觉罗福林 就是大清朝真正的君主 统治一诏万方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为了这一天 朔国死了 英格尔也死了 刘公公 陆才在 朕要厚葬朔国 英格尔 你替朕办好这件事情 朕 你们都起来吧 还真当回事啊 谢皇上 范师傅 臣在 朕想追风朔国 英格尔 为一等忠有功 你以为如何 臣以为朔国和英格尔 英烈千秋 皇上怎么家家都不为过 朕 朕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生南征北战 立下过赫赫战功 入关开朝 有不少事迹 是可以载入史册的 说句大话 我多儿滚这一生 可以说得上 文治武功四个字吧 当然说得上 可是 我进行这些伟大事业的满足感 还不如整天跟你待在一起 喝喝你汽的茶 抽抽你装的烟 吃你给我磕的瓜子 给你聊聊大天 来得畅心悦意 月儿 我是不是属于那种 特别没有出息的男人 你要是没出息啊 那从古至今 就没有一个有出息的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说爱却太苦缠吗 真想吗却早已明雪浓化 既看是吧 愿看是花 种瓜的豆 种豆的瓜 是什么她 只爱你做洋茶 不小心 就走进了瓜田里下 越小心 越走不出你魂八卦 既看是吧 愿看是花 种瓜 别懂 种豆的瓜 是什么她 只爱你做洋茶 不小心 就走进了瓜田里下 越小心 越走不出迷魂八卦 这天下 真将在江山入花 这人间 真将心烂如马 江山入花 和